这爆更了一周啊 算是把嗓子给爆更废了 今天嗓子特别的哑啊 得亏隔壁那节目 是昨天我录完了上传的 本来也是说爆更的 结果上传之后一直没审核通过 今天才审核通过 正好就当今天更新的了 所以那边的嗓音是正常的 这边的略显沙哑 来说个什么事呢 来说说海南海口无名女士案 这案子呀 得从93年说起 1993年7月12号一大早上 在海南省的省会海口市 有这么一个退休工人姓王 这老王呢 喜欢钓鱼 这天呢 来到郊区 一个湖边上钓鱼去了 其实严格来说呀 这都不算是个湖 原来呢 是个工地 后来呀 废弃了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 十几亩大小的工地废坑 再后来呢 正好发大水 把堤坝给冲开了 上边渔场的鱼啊 哗啦啦冲下来不少 于是好多鱼 在这儿就开始生息繁衍 就在这儿开始扎根生活了 这个工地废坑也就成了大家特别理想的一个钓鱼圣地 这老王到了湖边 刚把那鱼竿啪甩出去 哎 就感觉那钩啊 被什么东西给挂住了 怎么摘也摘不开 实在是没办法了 他呢 只能下水去捞 得亏啊 这湖水 它也不深 这水身呢 也就刚刚摸过腰去 摸了这么一会儿 就发现这鱼钩呢 钩在了一个大鞭子袋上 这老王 毕竟上了岁数一把年纪 这腰啊 也没那么好 费尽了力气 才把那个大口袋给拖上岸 解开这么一看 大吃一惊啊 原来呀 这口袋里边竟然装着一具尸体 赤身裸体 是个年轻的女人 老王吓得呀 赶紧出来 就报了警 警方呢 接到报案之后 立即出动 刑警们负责现场勘察 法医负责验尸 现场啊 那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忙活着 根据现场勘察结果表明 这个吴明湖并不是第一现场 这只是抛尸地点 死者看上去啊 二十五六岁 还挺漂亮 脖梗上呢 有一道勒痕 有淤血 显然是被绳套给勒死的 法医啊 还发现这个女孩 已经不是处女了 至少啊 做过两次 人工流产 接下来最关键的 就是确定时缘 查明死者身份 当天晚上 海口电视台 就播出了警方的 巡视通告 并且还附上了死者的照片 照理说 广播电视 报纸 一把消息 发出去 很快 就会有眉目啊 结果 一连三天 也没什么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呢 警方思来想去 咱们呢 还是得借助媒体 海口电视台播了 没反应 很可能 是这女孩的家属 并不在海口 那么咱们呢 把这个消息 直接通过海南省电视台 播发出去 这一回 还真是有了回音了 三亚 有一个旅游公司的导游 打来电话 他说看见死者的照片啊 感觉有点眼熟 好像 是我接待过的一位游客 时任刑警队的队长 姓吴 吴队一听 可乐坏了 赶紧派人 把这导游小姐 接过来认诗 这导游小姐呢 胆也小 岁数也不大小姑娘 哭着喊着 不愿意进太平间哪 这吴队啊 把嘴皮子摸破了 最后 也没说服这导游 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能呢 让一位擅长画肖像的刑警 给尸体啊 画了一幅肖像画 这导游端向了半天 特别肯定的说 没错 就是他 这导游啊 还记得这死者的名字呢 这导游说 他叫阿灵 跟他一起去玩的那个先生 反正是这么叫他的 十几天之前啊 阿灵在海口 买了环岛三日游的票 正是我接待的 据导游回忆说 阿灵啊 长得小巧玲珑的 特别白 特别漂亮 尤其那眼睛 特别像当年正在热播电视剧里边的林黛玉啊 也就是著名演员陈小旭 而据这个导游回忆 跟阿灵一起去的那个男的 人高马大 大富翩翩 看样子呀 俩人这年纪 至少啊 差了得有一半 那个男的呢 看上去更像是阿灵的长辈 可是 这导游都是有眼力见的呀 半天玩下来 就知道自己之前想错了 这可不是长辈 这男的呀 是阿灵的情人 一路上 这阿灵 也不怎么说话 据导游回忆呀 这阿灵的眼里边 经常在那泪闪闪的 脸色呢 显得很忧愁 又有惊恐的那种表情 那个男的呢 总是在旁边 低声的劝慰着他 时不时的拿出来手帕 给阿灵擦擦眼泪 就像跟哄孩子似的 可耐心了 导游啊 能提供的线索 也就是这些了 你再问别的 这导游直在那摇头 这时候 吴队想起一事来 按理说 还导三日游 那中间最起码得住两天吧 住宿就得登记 那就问问导游 住的哪个旅馆 只要到旅馆一查登记簿 这不就行了吗 结果这导游说了 嗨 您哪 别费事了 那两家旅店呢 都是我们公司的定点单位 人熟 关系特别好 为了图省事 每回我带团过来 也都不验证 就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过去啊 这旅游行业 还没有那么正规 你要是现在出去抱团 你抱团的时候 就得登记身份证 就得实名认证了 过去没有这事 给钱就行 吴队呢 也知道导游没说谎 说的这是实话 再说了 人家这导游 大老远的从三亚到海口 来配合查案 这又是重要的知情人 最终要想着破这桩命案呢 还真离不了人家 于是呢 他把两个年轻的民警 叫到了门外边 在那跟民警啊 嘀嘀咕咕了一阵 说了一个最新的计划 这俩小伙子也年轻 一听到这个任务 哎呦 感觉挺有意思啊 在那黑黑的直乐 吴队啊 这时候一板脸色 我可丑话说在前面啊 你们要是把姑娘气跑了 完不成任务 你看我不提了你俩的屁股 那到底是什么任务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吴队呢 找了俩年轻的民警 给他们两个下达了一个秘密任务 这俩小伙子一听啊 在那黑黑直乐 总而言之 这导游啊 是受到了警方的盛情款待 先是到大饭店里边 搓了一顿海鲜 后来呢 又到卡拉OK听玩了一会儿 最后啊 又给这导游 在一家星级宾馆开的房间 让他好好休息 这俩年轻的小伙子 本身长得就高大帅气 在旁边啊 跟俩小跟班似的 紧紧的跟着这导游 照顾的特别周到 特别细致 这导游可开心了 平时在这旅行团里边 都是他照顾别人 这回啊 自己当了一回小公主 等他也歇过劲来了 整个精神状态也放松了 这两名警察的任务可就来了 缠着这导游啊 要更多的细节内容 这姑娘也在那为难 哎呀 我之前能说的 我知道的 我全都说了呀 我实在我也想不出来什么别的了呀 俩民警一听 那行啊 接着画像吧 你说说那男的长什么模样啊 咱把那个男的的长相给画出来 画分模拟画像 于是啊 这导游说着 有一个擅长画像的民警就画着 画了半天 一张又一张 这导游都说不像 这时候啊 这个导游忽然眼睛一闪 对 我想起来了 那个男的呀 在天涯海角 搂着阿灵照过像 拍照的人呢 我还认识 他就在那摆摊照相 常让我给他拉生意 撤一下子 把两位民警乐得呀 一蹦蹦的老高了 马上向吴队汇报 吴队呢 当时命令警车带着导游 又从海口直奔天涯海角 找那摄影师 这倒不困难 问题是啊 那张合影连同底片 第二天就寄走了 又问这摄影师 你寄哪去了呀 哎呦 我天天拍那么多 寄那么多 我也寄不住 一天照好几卷 往外优好几十张的 谁会留心这个呀 这时候啊 民警让他再仔细想想 仔细想想 哎 好像是大连什么地方 导游这时候也想起来 对对对对 那俩人呢 是东北口音 呃 是那种 呃 大大大连口音 跟一般东北话还不一样 根据这个线索 吴队决定啊 立刻派人赶到大连 但是呢 希望导游能跟着 吴队说了 我凭直觉 凭经验 我敢说 那个死者的同伴 一定就是凶手 见过他面的 只有这位导游小姐 没有他的帮助 我们这是盲人摸像啊 最终呢 吴队啊 给那导游公司的老板 亲自打电话 把情况都说明白了 给这导游请假 这老板也仗义 能帮助警方出点力 这是我们公司的荣幸 你啊 就让他好好干 帮忙期间呢 我工资给他照发 奖金照拿 补贴照给 这导游一听 可高兴坏了 钱也不耽误 还能去大连玩一圈 还能帮助警察破案 这不一箭三雕吗 吴队他们在去大连之前呢 就把死者的照片传真过去了 大连市警方呢 也特别给力 立刻采取两项举措 寻找师员 第一 是在系统里面 查全市居民证的迪卡 第二 是在大连电视台播放广告 这是双管齐下 没有几天的功夫 这消息啊 可就反馈回来了 查出来死者身份了 他呢 叫文玲玲 二十五岁 是工商银行 大连滨江办事处的 电脑操作员 当年七月四号 请假到医院看病 拿回了一份诊断书 医生建议啊 休息三天 休了三天病假 外加上公休日 他本来呢 应该礼拜一上班 但是到了礼拜一 也没见着他 办事处啊 工作人员不多 业务很多 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没人总给他顶岗啊 所以办事处主任也着急 那时候呢 也没电话 就打发人呢 到文玲玲家里边探望一下 文玲玲呢 父亲已经去世了 就母亲在家 一见单位来人了 哎 怎么回事啊 玲玲跟我说 是单位派他去南方学习几天 你们不知道啊 办事处主任听回来的同事 这么一说也懵了呀 这玲玲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要撒谎啊 再一想 哎 正好咱们行最近还出问题了 最近呢 分行核查组下来查账 他们办事处呢 有两百来万的存款对不上账 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这么个结果眼上 电脑操作员文玲玲 竟然莫名其妙的走了 失踪了 这才让人起疑心了呀 这主任呢 也胆小怕事 担心手底下人出事 影响他进一步的升迁 于是没有及时向上级汇报 一边打发人 四处寻找文玲玲 一边呢 加紧内部查账 人没找着 这账啊 是先查明白了 确实是少了两百来万 是文玲玲 利用电脑操纵 私利假存折 盗取了用户的存款 不是说一次性 就盗取了两百多万 那样太容易被发现了 前后作案十七次 前后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哎呀 这么大的事 这么长的作案时间 竟然没人察觉 办事处主任呢 脸都下滤了 这行了 跑不了了 这肯定是独职罪呀 我这辈子算是 让他文玲玲 给彻底毁了 所以 这主任 一看到大连电视台播放查找师员的广告 心里哭腾一下子 这主任吓得直接就昏迷过去了 让人抬着 到公安局 把一切前因后果 讲了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感情 这是又由一桩凶杀案 引出了一桩 特大贪污案 两地警方啊 经过协商 决定按案件管辖范围 请大连市检察机关 主办贪污案 两地警方呢 在携手追捕杀人犯 因为毕竟贪污这事 跟海南警方没多大关联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 那个杀人犯 完全有可能和死者文玲玲 共同贪污分赃 所以啊 这一案分成两案 这两起案件的分头办理 互相协同 大连市呢 也赞同这个方案 因为海口警方 事先做了大量工作了 掌握了不少线索 就决定啊 追捕凶犯 还是以海口警方为主 大连警方呢 全力配合 那么 这贪污案又是怎么回事 这文玲玲 是不是主谋 还是说 她背后 还有其他人在操纵着 文玲玲的死 又和这贪污案 有没有关联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这起人命案子呀 又牵出来了一桩 贪污案 海口市警方和大连市警方 也协商好了 因为贪污案 是在大连出的 大连呢 主抓贪污案 而至于这命案呢 因为海口警方事先做了大量工作了 掌握了不少线索 所以啊 追捕凶犯 以海口为主 大连市呢 全力配合 不过追捕凶犯 这工作可不轻松啊 警方呢 先从死者文玲玲 身边的人开始排查 那导游啊 把这些人都一一的进行了一个辨认 可是呢 一个也没认出来 又找文玲玲的左邻右舍 亲朋好友一起辨认 也都没发现目标 吴队啊 又想了一招 让导游呢 假扮成银行职员 坐在柜台里边 查看来办理业务的这些人群 一连看了三天 好几天下来 这导游眼都看酸了 也没有之前那么说说笑笑蹦蹦跳跳的了 他累啊 陪同他的另外几个年轻民警呢 这肚子里边也窝了一肚子火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侦察方向出什么问题了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这什么时候才能破案呢 吴队啊 这时候果断决定 咱们呢 休息半天 大家呢 碰个头 仔细研究一下 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边 几个人呢 就开始在那儿不停的分析 大连市的民警 首先呢 说了自己的观点 是不是搞错了呀 那杀人犯可能不是大连人 是不是文灵灵赴案潜逃的时候 在外地偶遇的呢 导游说了 肯定不是 肯定他是大连人 我是导游 天南海北的人常打交道 甭管是南枪还是北调 只要一张嘴 我就能听出来他是哪人 再说了 如果是偶然认识的 那他们俩 那他们俩不可能是那么亲密 那么难舍难分的样子 吴队啊 点了点头 他呢 非常相信这个导游 银行保卫科的科长说了 文灵灵这人呢 也够古怪的 他呢 性格比较内向 平时少言寡语的 哎 倒挺像他那个年轻守寡的妈 文灵灵啊 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也不愿意跟别人交往 所以到现在 也没处上男朋友呢 我之前听你们说 这回验尸 发现他不是处女了 至少做过两次人工流产 哎呦 我当时都吓坏了 这真是让人感到惊奇 吴队说 我有一种直觉 是文灵灵失身的 与他合伙贪污聚款的 最后又谋杀他的 这是同一个男人 一般来说呀 谋杀者和被害人 都有重大的厉害关系 否则不会轻易下毒手的 这个既是情人 又是合伙人 还是凶手的 很可能就是导游 在海南看到的那个男的 所以我们的追捕方向 可不能迷失啊 保卫科科长啊 还是感到纳闷 文灵灵 至少做了两次人流 从这个情况来看 这俩人交往时间 已经挺长的了 那为什么 我们单位的同事 包括朋友们 都没察觉到呢 导游说了 这好解释啊 俩人年龄差距大 那男的可能早有家事了 文灵灵 充当的还是不光彩的第三者 这种畸形的感情 当然得背着大家了 年轻民警小秋说 甭管这俩人感情怎么畸形 怎么躲避大伙 总得留下蛛丝马迹吧 啊 他把人姑娘肚子搞大了 去做人流 能不陪着去啊 咱们呢查查医院的病治 或者访访医生 或许能抓住狐狸尾巴呢 吴队一听 这时候摇了摇头 他认为啊 希望不大 大家不理解 为什么呀 吴队说了 你们想啊 一个大姑娘 给人充当第三者 已经不光彩了 未婚先孕 那更觉得丢人现眼了 打胎肯定是悄悄摸摸的打 你猜他会到正规医院打胎吗 哪怕去了正规医院 他会用自己的真名字挂号吗 这时候导游大眼睛呼闪了一下 想说什么 结果还是没说出来 吴队啊 瞪了小秋一眼 跟导游说 你有什么想法 大胆的说 哎呦 一提到机票啊 我想起一事来 我们公司的三日游 售票点 是设在海口机场附近 文玲玲他俩呢 是从那个点买的票 这就说明 他们是坐飞机到海南的 如果真是两个人 从大连买的机票 那就应该能从民航售票 底卡上查到啊 订机票 一般不敢用假身份证吧 吴队一拍大腿 嘿 有道理 马上行动 查民航电脑 吴队当时心里想呢 看看人家小姑娘 比你们几个年轻的愣头青还强呢 大连市警官也很兴奋 哎 这点小事啊 我们干了 你们休息一下 就在这等我们的结果吧 大连市警方很快通过民航系统 查出了文玲玲飞往海口的飞机航班 并且查清搭乘同次飞机的一共有176名乘客 其中124名男乘客 大连市户籍的有105名 警方呢 还通过户籍管理部门 把这105名乘客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 家庭住址 以及照片 全都弄到手了 一百多张照片 冲洗出来之后 摆在导游面前 满满当当一大桌子 导游挨个的辨认 这导游啊 确实机灵 看着看着 突然拿起来其中一张照片 网桌上这么一摔 没错 就是他 那么这人是谁呢 这个人呢 叫程耀武 警方呢 立刻根据户籍信息里面 登记的家庭住址 敲开了程耀武的家门 二话不说 给他戴上了 赠量赠量的大手铐子 程耀武说呀 其实几天之前 他就在电视上看到了 查找师员的广告和新闻 也是心惊肉跳 他实在弄不清楚 海口警方 怎么这么快就追到这了呢 本来他想跑 但是跑也不是容易事 有老婆 有孩子 有工作 一旦跑了 什么都没了 再说了 逃亡外地 流浪天涯 得要钱呢 得要大量的钱呢 而他身上啊 没多少钱 债务倒是不少 所以他自作聪明 还有着侥幸心理呢 就认为啊 他跟文玲玲的关系 也没人知道 再说文玲玲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死人没法开口 所以这才没跑 那程耀武跟文玲玲 是怎么认识的 又是怎么混到一起的 最终那贪污又是怎么回事 他又为什么杀害文玲玲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程耀武呢 就感觉有老婆 有孩子 有工作 一旦跑了 什么都没了 抱着侥幸心理 这才没跑 把这程耀武 押进审讯室之后 一开始 这程耀武装糊涂 一问三不知 当导游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当检察官 把他利用文玲玲 贪污巨款 炒股票的证据 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程耀武 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那程耀武跟文玲玲 是怎么认识的呢 这程耀武啊 曾经是大连市银行学校的高级教师 在那个年代 擅长操作电脑 擅长使用各种专业软件 现在这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了 但在过去 别说会用专业软件了 打字打得好 那都叫特长 这程耀武呢 当年在全大连市银行系统里边 还是小有名气的 文玲玲啊 是他学生 文玲玲呢 挺聪明 挺漂亮 程耀武说 他特别喜欢文玲玲 他呢 没女儿 他老婆呢 给他生了俩儿子 他说我那俩儿子呀 愣头愣脑 我一看他们就发烦 我一见着玲玲 我心里就痛快 而文玲玲啊 童年也很不幸 岁数不大 父亲就因病去世 上边呢 也没有兄长 孤苦伶仃 跟母亲相依为命 他呢 跟别的同龄的姑娘啊 还不一样 他对年龄相仿的这些男孩子 不感兴趣 就觉得这些男孩太单纯了 太轻浮了 他就暗恋上了比他大得多的程耀武 觉得程耀武有学问有风度 这可能也跟他从小没有父亲有关啊 心里有这种恋父情节 程耀武也很偏爱文玲玲 经常啊 背着大家伙给文玲玲开个小灶 要么给他送书 要么单独辅导他 文玲玲呢 对程耀武也挺好 经常溜进程耀武的单身宿舍 喜喜涮涮的帮他整理房间 您各位说了 啊 他不是有俩孩子 还有老婆吗 怎么还住宿舍呀 因为他家在外地 他一个人住在大连 有独身宿舍 平时一年呢 也难得回去几趟 这也给他在外边找情人 提供了方便条件 毕业的时候啊 当时师生大连欢 这连欢会以后呢 该走的都走了 人去楼空了 文玲玲啊 来找程耀武告别 程耀武呢 决定给文玲玲践行啊 这一下就要彻底分开了 俩人都挺舍不得 程耀武大口大口的喝酒 文玲玲呢 本来不喝酒 但是老师让自己喝点 哎 也喝了一点 再后来俩人反正就稀里哗啦了呗 这种恋情啊 最怕的就是公开 最怕的就是让别人知道 这俩人都挺聪明 都知道怎么闭人耳目 俩人分开之后 这文玲玲再也没去过学校 程耀武呢 也没去过文玲玲单位 也没去过文玲玲家里 俩人联系 都是用公用电话 绝对不留把柄 只要有机会 俩人就到外边优惠去 这俩人 这俨然做的就是露水夫妻啊 文玲玲呢 总是提心吊胆的 程耀武呢 也感觉总这样 也不过瘾 也不尽兴 文玲玲啊 渴望有个家庭 她呢 渴望能跟程耀武成为夫妻 于是这天她就问程耀武 我想这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咱们的艾巢 你什么时候才能铸成啊 这时候程耀武就跟文玲玲 说了自己策划下的阴谋 她说了 咱们炒股吧 股票啊 这几年刚兴起来 我觉得很有把握 咱们悄悄的炒上几次 赚她个百十来万 在郊外买栋小楼 到时候咱俩就能在那 长相守 不分离了呀 你看要不人家是老师呢 说话都文邹邹的 文玲玲也没什么主见 她心里又特别崇拜程耀武 那程耀武说什么是什么呀 可是炒股票得有本钱呢 这钱从哪来呀 文玲玲刚参加工作 一共也没挣几个月工资呢 程耀武呢 拿的也是死工资啊 还得养一家人呢呀 程耀武就又说 现在啊 国家搞商品经济了 咱们的脑袋官啊 一定得灵活 那些腰缠万贯的大款 起步的时候 不少也是声无分文 但是啊 人家靠的就是脑子灵活 要懂变通 要会借机下蛋 那么怎么样才能借机下蛋呢 您别忘了 程耀武是银行学校高级教师 对金融业务 金融知识太熟悉了 知道怎么来钻空子 他呢又是电脑高手 还研究了不少国外利用电脑作案的资料 于是就给文灵灵讲 咱们应该如何如何怎么怎么办 先套出十万块钱来当骨本 文灵灵乍一听挺害怕 啊 这不就被发现了吗 那不把咱俩抓起来吗 哎 你别担心 咱们是短期挪用一下 赚了钱 马上填补回去 这事啊 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 沈险来了 他也查不出来 文灵灵太信任程耀武了 丝毫没有怀疑 丝毫没有担心 一开始挪用了十万 程耀武呢 把这十万转进股票账户 嘿 一买进一卖出 很快净赚了三万 十万本金就又给了文灵灵 悄悄的就补上了银行的账 剩下的呢 这三万块钱 在郊外租了一套房子 制备了家具 锅碗瓢盆 一应俱全了 一看真挣着钱了 那年头的三万块钱呢 够文灵灵挣工资 挣好些个年代呀 程耀武就跟文灵灵说 咱呢 这叫初级阶段 小康行 你瞧好吧 再干几回 咱就有自己的别墅了 咱也能有自己的小汽车 咱也买辆丧塔纳 文灵灵一听 心花怒放啊 哎呦 就觉得自己找对人了 我的爱人呢 我的程老师啊 那就是比别人强啊 那就是聪明啊 在这之后 文灵灵呢 又给程耀武挪用了几笔 挪用的额度是越来越大 那时候呢 股市也看涨 程耀武呢 确实也赚了不少 赚了钱了 赚的这么轻松 给文灵灵 买进口的那些高档衣服 买金银首饰化妆品 嘿文灵灵 哪还像一开始那小职员啊 整个变得珠光宝气 贵妇人似的 程耀武还特别嘱咐他 你啊 这身打扮在外边行 到了单位 千万不能漏妇 那最终这贪污是怎么被发现的 程耀武为什么要杀害文灵灵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通过挪用公款炒股 可挣了钱了 这程耀武给文灵灵 买的好衣服好鞋 高档化妆品 打扮的跟贵妇人似的 但是程耀武还嘱咐文灵灵的 你上班的时候可不能这样 千万不能漏妇 文灵灵也明白 程耀武什么意思 所以上班的时候 穿的还是很朴素 哪怕中午食堂吃饭 别人都要个肉菜 哎 我不要啊 吃肉吃肉下了班吃去 还是要素菜 弄简简单单的饭 打碗汤 凑合凑合就得 还早来晚走 擦桌子 扫地烧水 特别勤快 对同事啊 对领导啊 都好 领导跟同事呢 对他印象也特别好 谁都没想到 这么老实一姑娘 这么勤快一姑娘 会干这种事吗 但各位啊 股市这个事啊 那才叫风云变幻 变幻莫测呀 今天赚的很开心 明天就让你把内裤都赔掉 九三年二月份开始 股市啊 突然低迷起来 之前看电视剧繁华的朋友啊 应该也看到过 那一段的故事 那股价 那叫一泄千里啊 程耀武之前能挣钱 靠的一方面是懂金融常识 另一方面靠的是大事 对吧 他整个势头是向上的 但现在你再有能耐 那该亏也得亏啊 赔了个一塌糊涂啊 程耀武还不甘心呢 他觉得呀 我这就是运气不好 也不愿意退场 我还得博一博 我肯定能回本 我肯定能盈利 他就想这文灵灵 就是我小银行啊 文灵灵背后那就是大银行啊 哎 银行里边的钱 我能随时调用 接着就让文灵灵搞钱 这钱是越来越多 额度越来越大 可这钱砸到股市里边 一万变五千 五千变三千 这股市就是不见好转 文灵灵后来也害怕了 这家伙 咱这弄出来太多了 窟窿太大了 补不上了 程耀武啊 也已经被股市逼疯了 文灵灵也知道 咱们也说服不了程耀武 可现在也离不开他 一来呢 自己是真爱他 就感觉没有程耀武活不下去 二来呢 那我离开他 我更没活路了呀 文灵灵一想 咱哪 要么一起下地狱 要么一起上天堂 没别的选择 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呀 想一块上天堂 那是上不去了 哎 一块去地狱吧 还不想去 你不想去那也不行了 九三年七月三号 分行核查组下来查账 一看 哎 二百多万对不上总账 就问文灵灵 你电脑是不是出毛病了呀 文灵灵一下子就知道了 哎呀 动创事发呀 整个人彻底慌了神了 脸呢 吓得惨白惨白的 那天晚上文灵灵一回到家里边 哇哇的哭啊 哭得跟泪人似的呀 整个人哪 那一段时间精神恍惚 一听到路上 有警车的那声音 吓得就心惊肉跳 后来别说警车声音了 他听见消防车声音 他都害怕呀 他听见救护车声音 他都害怕呀 他就想着投案自首 好歹唠一条命吧 程耀武呢 却阻止他不行 一旦投案自首 我们就都完了 我们是可以回本的 我们能东山再起的 贪污了二百多万的 按法律量刑 咱这脑袋能掉好几回 你以为投案自首 你就能保住脑袋吗 没用的 自首也是死啊 这时候文灵灵又想 那咱们自杀吧 火不了了 那就自杀吧 我可不想挨枪子啊 程耀武毕竟岁数大呀 有城府啊 危难的时候想的可不是怎么保护自己的这情人文灵灵 而是想的怎么保护自己 程耀武 这天晚上颠来抖去睡不着觉 脑子里边就想着 如果被发现了 警方或者检查机关 一旦给灵灵稍微施加点压力 她就会崩溃 她一定会把我们的事情都泄露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我是手饭 我是主食 我受到的制裁 一定是最严厉的 得亏我做事情严谨的 没留下多少蛛丝马迹 我跟文灵灵说过 这事情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那除了他 世界上再也没人知道我的秘密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还不行啊 只能是 天之 地之 我之 灵灵 我只有让你彻底的闭上嘴 我才能平安无事啊 所以 程耀武 这一刻就下定决心要杀害文灵灵 但毕竟杀人不是杀鸡杀鱼啊 哎呀 我怎么才能杀他呢 程耀武就开始策划 这老谋深算的人啊 就先稳住了文灵灵的情绪 灵灵啊 我正好放暑假 时间宽裕 咱们出去旅旅游吧 放松放松 从场记忆 文灵灵正被吓得慌了神 六神无主呢呀 正没主意呢呀 出去旅旅游也挺好 那就去吧 7月5号 俩人呢 一起飞到了海南 又买了三日游的票 到了天涯海角 这一路上文灵灵 心里边玩的不踏实 总想着那点事 程耀武更不踏实了 总想着杀人的事呢 哎呀 一直想找机会杀人 怎么找不着机会呢 这是旅行团啊 人多眼杂的 三日游结束了 又回到了海口 这些游客们 团友们 各奔东西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了 程耀武跟文灵灵啊 就租了一个房间 当时登记的时候呢 用的是假身份证 炒股的时候 他就找人弄了 好几张假身份证啊 各种名字都有 90年代 办个假身份证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7月9号晚上 文灵灵进了房间 就没出来过 躺在床上 一会哭 一会喊 一会在那发呆 一声不吭 文灵灵啊 心里就总想着 是福不是货 是祸躲不过 要我 咱们总在外边 也不是办法啊 但是 家又不敢回去 可怎么办呢 程耀武呢 还是假模假式的 安慰他 从餐厅啊 买的饭菜 买了一瓶酒 买的是红酒 程耀武 把文灵灵拉起来 灵灵啊 你听我的 天无绝人之路 我会想个好办法 咱们先吃饱喝足再说 于是俩人 你一杯 我一杯 文灵灵啊 没什么酒力 加上心情也不好 喝着喝着 就喝醉了 醉了 就躺床上睡了 这时候已经大半夜了 文灵灵睡的那个瓷是啊 程耀武 撞了撞胆子 拿了一根绳子 勒住了文灵灵的脖子 这时候文灵灵一杯 勒脖子眼 突然一下 抖起来了 你 这一下文灵灵 全明白了 想明白之后 文灵灵 没有挣扎 没有喊叫 只是用一种 很幽怨的眼光 一直看着程耀武 随后 合上了眼睛 杀害了文灵灵 毁尸灭迹之后 程耀武呢 这才钱回大连 本来以为天衣无缝 可是没想到这么快 海口警方就找到了自己 至此 712无名女尸案 宣告破获 先来调整一下麦克风的高度 OK 咱们来说一个 河南的家族式犯罪团伙的覆灭迹 2000年8月30号下午3点左右 湖北省麻城市福田河镇 早树平村106国道旁边的稻田中 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无名男士 接到报案之后 麻城市公安局局长陈开元 副局长冯浩和黄刚市公安刑侦支队支队长范俊军 带领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现场呢 是在一块稻田里 一个人五花大绑地躺在那 经过法医的检验 死者的年龄在43岁左右 没有暴力损伤 死因是五口鼻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 死亡的时间呢 应该是一周之前 也就是8月23号左右 很显然 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抛尸案件 麻城警方迅速成立了830专案组 根据上述勘察情况推断 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流窜作案 流窜的方式是驾车 在公路两侧作案之后完成抛尸 而这个时候 位于江西南昌县向唐镇的 惠人集团总部后勤中心 于2000年8月30号 向销售部保卫部法务部 郑重地打了一份报告 我后勤中心发货9吨 价值54万元 前往封公司驻地 到29号 押运员没有来电话 报告任何情况 封公司来电询问 才了解到这一情况 今日初步查得情况如下 22号 由麻房厂一货运信息部 做中介方 介绍河南汽车来我公司 承接运输业务 车主姓名赵伟 河南省缅池县里河村人 车牌号为玉M40731 司机姓名赵东兴 公司押运员万良元 40多岁 封城市人 现在家中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中介方是货运信息部 负责人夏志坚 请求上级部门调查 上级收到这份报告之后 首先怀疑是押运员万良元 起了贪心 把这一车祸给拐走了 但是根据万良元的平时表现 基本能够排除他的嫌疑 那剩下的就是车主和司机了 但是他们所有的信息合同 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这能是他们做的吗 这个时候 麻城市公安局的专案组 发现在杀人现场 除了死者之外 还有这样的线索 一是捆人的绳子 二是印有惠人集团字样的交代 三从车轮印记上看 是从南往北开的 经过分析 专案组兵分四路 一路留在现场进行地毯式搜索 其他三路围绕着石棉绳 封口交代 顺着106国道 由南向北走访路边店 对湖北湖南进行纵深搜索 这个破案的决策是正确的 很快 现场搜索的一路人马就有了发现 犯罪分子是开着一辆大货车离开的 和发现尸体的当地人 住在同一个村子的 一位六旬的老者向侦察员描述 8月24号晚上 大约是11点多钟 老人呢 看完电视准备睡觉 临上床之前呢 到屋外边小便 他就看见呢 北边停着一辆头朝北的汽车 那尾灯还一闪一闪的 车头特别长 帆布棚呢 盖着满满的一车户 路当中是车来车往都没有减速 老人当时心里还琢磨 这车为什么停在这儿啊 这里也没有什么路边店 车子周围也没见着人 他猜呀 这车肯定是坏了 最后一直看到这车往北开走 他才回屋睡觉 老人证明了这车是往北去的 那捆绑死者的石棉绳是从哪来的呢 侦察员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查到 麻城城区里边有一家店卖这种石棉绳 而且还是99年从安徽进来的货 中间卖给了多少个顾客 店主根本就没法回忆了 也根本没法查证 这条线索到这儿就断了 石棉绳查不到 那就查封口的胶带 9月2号 侦察员了解到 现场印有惠人集团的胶带 是用来包装惠人圣宝的专用胶带 而且这个胶带管理非常严格 从来不在市场上销售 只有总部和各省的分公司才有 销售网点都没有 专案组有此推断 这起杀人抛尸案跟惠人集团有关 他们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去武汉分公司 一路直奔江西惠人集团的南昌总部 到武汉分公司的侦察员得知 分公司的交代没有丝毫的流逝 他们有些失望 就在这时候 武汉分公司有一个业务员说 根据侦察员的描述 这死者很像是他的同事万良元 这时候 另一路侦察员和惠人集团的总部 联系之后得知 押运员万良元一直都没回来 而且多天以来毫无阴信 他的妻子呢 一天一个电话问他丈夫的下落 万般无奈之下 集团只好告诉了他妻子真相 麻城附近发现了一具尸体 很像他的丈夫请他去辨认 这一路上啊 他的妻子啊 求天告地不是不是肯定不是 可到现场一看 直接精神崩溃了 就是 随后他抱着侦察员的大腿 哭着求他们一定要为自己的丈夫报仇 专案组经过一番寻找 总算把师员和货员都找到了 又派人走访了中介人 发货人 中介人夏某反应 8月22号上午8点左右上班之后 一个40多岁的人呢 到信息部问有没有到河南的货 夏说没有 那人改口说那到北京啊到天津也可以 夏某就告诉他这些地方的货也刚刚发走了 后来 惠人慎保货运部的小毛打电话说要运货到玉田 夏某就叫这个人来运货 运费呢是2300块 之后夏某有其他事情要忙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了他老婆来监督 夏某的老婆讲 这车呢是一行两人 年轻的在后边睡觉 年老的开车 开车的人呢有50多岁 穿着深色拉链的长袖衫 车的车头是尖的 绿颜色 上边有铁架帆布棚 不是集装箱的 是解放啊还是东风啊 当时也没细看 而根据惠人慎保货运部的小兰描述 因为当天来运货的汽车很多 所以呢 他没有严格的对行车证上的号码进行核对 所以说不上来发现了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而走访当天的搬运工也没有发现新的线索 到9月6号 专案组的另一路人马赶到河南省勉池县调查得知 这托运合同上的赵伟赵东兴都是假名 身份证号和住址也全都是假的 上面的固定电话是三门侠的一个公用电话 他们到三门侠去查 发现所有当地叫赵伟和赵东兴的都不是他们要找的人 侦察员不死心呢 他们又查车牌 发现车牌已经被人套了 而原始的车辆是一辆早就报废的小型翻斗车 并且已经有好几个省份的警察过来查过这辆车了 专案组这次来三门侠是扑了个空 但是呢意外的知道了这辆套用他人牌照的车 在河南湖北江苏等地 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杀人越货案件 而且均没有破案 2000年以来 免迟调查赵伟赵东兴和那辆套牌车的已经有三个单位了 其中两起案件分别是2000年5月26号 浙江省东阳市陆华强 从浙江省渔航市竹制品市场购得价值5万多块钱的竹器 他租用赵伟的货车前往安徽省复阳市 途中被人捆绑手脚胶带封住口鼻 致死亡之后跑尸 货物下落不明 还有一起是2000年6月15号 天津飞鸽自行车厂与赵东兴签订运输合同之后 赵东兴将价值8万多块钱的自行车拖走 然后下落不明 专案组又进一步查明 从1997年12月到1998年6月22号 河南中牧县安阳市云梦县汉川县江苏丹阳市等地先后发生6起杀人越货案 河南省公安厅为了侦破这些案件 召开了十多次案情分析会 耗思40多万元进行调查 但可惜的是一直没能破案 麻城警方决定破获这个案件 为死难者万良元报仇血恨 也为其他的案件死难者讨回一个公道 但没想到的是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专案组虽然四处奔波行程数万公里 调查了周围好几个省的类似案件 但是犯罪分子始终没有被发现 实话是说呀 专案组里边有的刑警顶不住了 为什么呀 麻城市公安局财政困难 一连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来 所有的花销都靠刑警们自己掏药包 而这些刑警本身也不富裕 没有什么存款 所以呀 各位 真的要多多的理解警察的工作 00年这样 其实到了现在 这是19年了 警察的工资啊 真的是不高 我有好几位警察朋友 那都是操着卖白粉的心 挣着卖白菜的钱 所以呀 各位对警察的工作 要多理解多支持 他们确实不容易 啊 专案组呢 召集所有的成员 大家坐在一块开了个会 决定啊 还是要坚持下去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也一定要把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 绳之以法 不然他还会害人呢 专案组经过缜密的分析 发现河南的这六起基案呢 时间上没有重合 作案手段相同 目的都是谋取货物 歹徒的特征也相似 毫无疑问 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而且和麻城市的案件 也完全可以串并 领导们要求刑警们坚定信心 并且调整了下一步的侦查工作重点 改变之前几个月 以人找物的侦查方略 改为从查找赃物入手 以物找人 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因为每一盒惠人圣宝的包装上都有隐形码 被案犯拉走的这一批呢 标号为C 销售批号是0819 专案组和惠人集团联手 让他们向全国所有分公司和销售网点 以及销售员发出内部通报 严密监视这批赃物的出现 同时 专案组再次赶赴河南 以三门峡市为中心 向周边省市辐射 走访药店 调查被抢药物的销售情况 专案组先后走访了 河南陕西江西安徽天津湖北六个省 25个县市 行程五万多公里 但是 仍然没有找到 蛛丝马迹 9月15号 专案组得知 山西运城一家药店 以每瓶15块钱的价格 销售惠人甚保 这个价格明显的太便宜了 15块钱 就能他好我也好了 警察赶紧赶到那 一调查 不是赃物 他卖的是假药 案件在五天之后有了转机 9月20号 有人在河南省新密市 夏庄和乡 一个私人药店里 发现了830案件的藏物 专案组赶到当地 秘密的传讯了药店店主韩国卿 问他货是从哪来的 他交代说呀 是9月3号 以504块钱一件的价格 从乳州市医药大世界 一个姓斯的人手里边进的 专案组找到这个姓斯的 斯某又说呀 药品是从平顶山 一个叫张钦丽的人手里头买的 一听平顶山 专案组的成员们非常的兴奋 找的就是这对上了 他们赶紧赶过去 把张钦丽逮捕归案 张钦丽被逮捕之后啊 他交代 这批药呢 是当地一个叫张武军的人 卖给他的 顺线追踪 专案组决定利用张钦丽 调出张武军 他们让张钦丽约张武军出来见面 没想到张武军非常的狡猾 他来到约定地点之后 发现张钦丽的车没有停在约定地点的门口 就故意打电话让张钦丽出来接他 张钦丽说自个儿腿脚不太方便 张武军立刻就怀疑有问题 张钦丽腿脚有残疾 有点薄 既然呢 约自己来 他为什么不开车呢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他马上就偷偷地溜走了 张武军觉得恐怕是案发了 他和其他的成员商议之后 认为即将大祸临头 他们就开始各自打扫战场准备撤离 他没想到 专案组这个时候采取了为而不打的方法 逐渐把张武军周围的施孟娇 施国平 王建席等人的基本情况和活动规律 都摸清楚了 并且断定 这几个人都是830杀人抛尸案的主要嫌疑人 9月29号专案组获悉 张武军接两个外出销丧的侄儿 张兆捷张进涛回家 这俩人将在第二天凌晨到洛河火车站 专案组果断出击 终于把张武军在火车站抓获 之后 专案组又趁机抓获了刚下火车 外出销赃的犯罪嫌疑人张兆捷张进涛 同时把施孟娇 施国平和王建席等准备外逃的罪犯 一并抓获 10月11号又在河南衍城县把涉案人员施洪涛 陈武兴相继抓获 到这儿全案 所有的主要案犯都已经归案了 这个犯罪团伙的首犯施孟娇 坐在警察面前懊悔不已 但到了这个时候 说什么都晚了 他的家族将面临灭顶之灾 作为团伙的首犯施孟娇已经58岁了 他在年轻的时候当过公司的经理 在本乡本土也算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 后来误交了匪类和一个叫上全盛的人混在了一块 逐渐的就被拉下水来了 当年施孟娇的二儿子犯了罪 他为了想办法赚钱给二儿子减刑 就在当地开了一家商店 上全盛是一个倒卖赃物的骗子 他把赃物交给施孟娇 施孟娇明知这些东西来路不明 却依然提的销赃 从这开始啊 一步一步滑落到了犯罪的深渊当中 所以说呀 这娇朋友一定得谨慎 您周围都是艺术家 都是知识分子 那您这个气质肯定也不一样 都是成功的商人 您也差不了钱 都是高官 那您早晚也能走进仕途 要都是犯罪分子啊 那离近去也就不远了 1993年的时候 施孟娇的个体商店开始越来越红火了 一个叫李新民的人跟他认识了 这个人特别能忽悠一顿神坎 嗨聊骗走了他一万多块钱的货 93年呐一万多块钱那对老百姓来说是个大数啊 施孟娇咽不下这口气就四处的查访李新民的下落 一番的明察暗访加围追堵截 施孟娇还真把李新民给逮住了 为了脱身呢 这李新民还真有办法 又从一家电缆厂骗了一万多块钱的货 交给施孟娇抵账 您瞧这不是一般的骗子 窟窿填平了之后的施孟娇 刚刚扬眉吐气没几天 李新民诈骗案东窗事发 公安机关已涉嫌销赃罪 收审了施孟娇 三个月之后 李新民仍然没有落网 聪明的施孟娇啊 多了一个心眼 李新民打的那个欠条在他手里边呢 他跟公安局说 我不知道他这是赃物 他欠我一万多块钱 他拿这来抵债的 公安局一看 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就把他给放了 但是这回啊 他还是亏了血本了 因为公安机关 把他店里说不清来路的 价值十多万的货 做退赃处理了 好几年的苦心经营 提心吊胆 到头来 竹篮打水了 望着空空荡荡的商店 施孟娇 只能是关门谢客 但是为了过上好日子 为了救牢狱当中的二儿子 他呀 不得不在平顶山 又开了一间小杂货铺 但是呢 开张以来是生意惨淡啊 在他难以为继的时候 尚全胜又来了 给他看点古董 谈谈生意 聊聊哪些地方好挣钱 把年过半百的施孟娇 说的是迷迷糊糊的 过了一会儿 尚全胜突然说 他那儿有一步好旗 要请他一块下 这时候啊 施孟娇已经是财迷了心窍了 只要能挣钱 什么都不顾了 二话不说呀 就答应跟他一块干 坐到了尚全胜的货车上 董行的施孟娇 问他证件骑不骑的时候 尚全胜从手提包里 掏出来驾驶证 行车证 购置附加费 运营证 养路费证 身份证 等七个伪造的证件 施孟娇还有点担心 说你这全是假的 查出来怎么办呢 尚全胜惊艳老道的说 你呀 跟我跑一趟就明白了 真是没费吹灰之力呀 尚全胜带着徒弟施孟娇 在河南新乡县调戎布场 把一车应该运到湖南湘潭县的二百匹包容布匹 骗到了平顶山 尚全胜呢 还挺够意思 给施孟娇也分了五十包 要说呀 这施孟娇也不是等闲之辈 有了第一回的被骗 第二回的骗人 他既学了法律 也看了相关的侦查案例 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 他销售那车布匹的时候 有顾客见他超出了经营范围了 怀疑他的货来路不正 顾客呢 非常婉转的问他 说你卖这些东西 工商税务不罚你呀 施孟娇呢 冠冕堂皇的说 这都是别人抵账来的 可是纸里边包不住火呀 这事情后来败露了 施孟娇一方面避而不见 另一方面呢 要上全盛给他办代销的手续 当公安机关最后找到他的时候 他的手里已经有上全盛的亲笔证明了 还有鼻子有眼的向办案人员 介绍了上全盛的住址职业 公安机关费了好大的牛劲呢 没想到找到上全盛下落的时候 竟然是一张车祸死亡证明 这一回呀 施孟娇非常巧妙的 躲过了法律的惩罚 他虽然是跟着上全盛 学会了这一套 但是他的机制跟老谋深算 不知道要强上全盛多少倍 他明白这可是五本万利的大事业 同时啊 也是坐牢或者掉脑袋的高风险行业 施孟娇发现上全盛东窗事发 不是出在作案的环节上 而是销丧的环节 所以他觉得每个环节的运作都不能马虎 必须考虑得非常仔细 经过很长时间的心理准备 而且办理了相关的证件 1997年春节之后 施孟娇再也按捺不住那颗 被金钱熏黑了的信了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 他来到了甘女婿的家 施孟娇知道 干这个行的一个人来不了 需要配助手 还得要车 还得有一定的费用 这人车钱 最好最可靠的 就是找自己的亲人 经过了一番排除法 他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甘女婿张武军 张武军的妻子陈某 是拜施孟娇为干爹的 曾经在他店里干过女营业员 关系有如妇女 甘爹那次店铺关张之后 陈某在市中心开了个夫妻店 进货外跑的是张武军 销售被誉为阿庆嫂的是陈某 生意很红火 当施孟娇向张武军道出心计之后 张武军许久许久沉默不语 他不表态 不是因为小日子过得不错 怕钱多了烫手 是因为他胆小 怕惹出事来没法收场 石蒙娇见他不言喻 但是没有拒绝 就知道他在犹豫 赶紧就趁热打铁 经过他一番鼓动 张武军同意入伙了 但是他提出个条件 那就是他不会去外出搞货 但是购车仓库保管 推销赃物他都可以干 石蒙娇见张武军松了口 就满口答应了他的要求 两个人还就合股 包括开支的费用 司机的工资 利益分配等等事项 做了具体的交涉 协议达成之后 两个人拿着六万块钱现金 坐车到洛阳汽车交易市场 买了一辆145尖头柴油 东风五吨的货车 石蒙娇呢 没有驾驶证 但是他凭着曾经管理公司 车队的时候 业余自学的技术 趁天黑路上检查的人少 跟张武军把车开了回来 俩人把车停在矿物局招待所 出车的时候 由施孟娇直接带司机到招待所开车 这样除了对胆小怕事的张武军有好处 也减少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有了车 等于有了实现梦想的翅膀啊 拿着假证件 施孟娇开始了他的血腥之路 从1997年到2000年 麻城830案件告破 施孟娇先后网罗了施国平 张国平 李天佑 王剑禧 施洪涛 施建宏等15人 先后在河南 湖北 江苏 江西 湖南 浙江 陕西 天津 河北 安徽 等十个省市 使用假身份证 假驾驶证 假牌照 异地电话侧应 定立运输合同等手段 骗运货物 途中呢 对押运员 或者是货主 用事先准备的绳索 捆绑手脚 用胶带封口鼻之后 抛弃 致人伤亡 该团伙 共截火作案 三十五起 杀死十八人 杀伤一人 抢劫 彩电 药品 电脑 等大批货物 总共价值 七百多万元 这个犯罪团伙 以亲戚关系 主顾关系为纽带 以年长者为核心 尤其是年纪最大的 施孟娇 这时候他已经五十八了 却仍然是团伙的核心 施孟娇团伙 是一个家族团伙 其中的骨干成员 有五名是直系亲属 施孟娇呢 基本上不会招兵买马 跟着他干的那些人呢 多数是看眼前这些人 时间不长就发了财 建了房 自己找上门来的 他们呢 恳求施孟娇 这一碗水端来 大家喝 给我们一个发财的机会 施孟娇的大哥 就是这样让儿子施国平 跟着他发财的 开始呢 施孟娇不想让侄子参加 他知道这事的危险性 他怕大哥家绝了后 但是他大哥 也是财迷心窍啊 以为施孟娇你薄待自己 心里边不平衡了 你发了财了 盖了房了 我是你哥呀 你就不关照一下我呀 他呢 开始啊 就不去看望 寄养在施孟家里的老娘了 施孟娇呢 也不好明说 这钱是怎么挣的 只能答应了大哥的要求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不但把几个侄子都弄进了团伙 甚至有一个侄孙也进来了 三代人呢 这个团伙从建立到覆灭 只有施孟娇跟他忠实的合伙人张武军 其他的人呢 都是挣着钱之后啊 就转行了 从良了 还真是铁打的营盘 流水的兵啊 这个犯罪团伙有以下的特点 手法隐蔽 策划周密 狡兔三苦 他们准备有三套行车证 驾驶证 身份证 一真两假 一套真的三证呢 用于路途当中应付交警的检查 一套假的三证 用于签订货物运输合同 另一套假三证 用于换牌照 他们实行人户分离 租异地房子住 带一车货到甲地之后 通过中介公司寻找货源 如果货主没有押运员 那就直接把这货拉走了 有押运员的就残忍的杀害 抛尸野外 然后再到倚地租仓库 存放赃物 存放一段时间之后 观察货主或者是公安机关的动静 再到丙地设点销售分赃 说施孟娇领导下的犯罪集团 个个都是刽子手 丝毫都不过分 凡是压车的货主 在半路上全都被他们杀死或者杀伤了 为了不暴露货物的去向 以至于落入罚网 凡是货主要求压车的 他们紧力地推脱 特别是有两位货主的 更是要千方百计地甩掉一个 绝不允许让他们知道 货被骗到了平顶山 他们诈骗的35车货物当中 有19位货主坚持跟车 结果全被他们五花大绑 用胶布缠住口鼻 除了一位幸免于难之外 都丧命皇权了 1997年6月下旬的一天 施孟娇一行准备到北京行骗 还打算游览一下故宫 去张家港看看 没想到 在离北京八十里的检查站 他们被掐住了 说是啊 没有进京的介绍信 不能进京 他们只能扫兴而归 在河北宝定 骗了一车去四川的鸡蛋 这货主呢 是一对夫妻 说什么都要跟车 怕途中出现意外 因为这两口子的全部财产 都搭在这车鸡蛋上了 施孟娇没办法 答应呢 留一个人跟车 但是货主不同意 说夫妻俩就要一路走 施孟娇当时还火了 冲他们吼 路上超原罚款 谁负责 这夫妻俩呀 老实人 一看他急了 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他们提出了换车 后来在拖运部信息员的调解之下 才达成了男货主跟车 女货主乘车回家 这一路上啊 货主招待他们不热情 他们决定用捆绑手脚封住口鼻的方式做掉货主 这是他们杀的第一个人 经验不足 以至于这位货主丢到荒郊野外之后 没有被捂死 正当这个货主解开了双手上的绳子 撕掉了嘴上的风尸膏 解双脚绳子准备逃命的时候 被施孟娇一伙回头查看 发现了 三个人猛的扑过去 把他用铁棒子活活的打死 等到办妥之后 施孟娇开车走了几公里 就指示手下换上针车牌 其实呢 这针牌子也不是平顶山的 而是洛阳的 退一万步 如果栽了跟头 公安机关也只能在洛阳打转转 况且南货北运 开始装货的车牌子又换了 很难查到这一步 为什么施孟娇 抢劫杀人案这么难破 难点就在这 为了提高杀人的效果 他们开始呢 是用这个风尸膏 就是那种膏药 后来改用市场买的宽胶带 尽量的避免见血 这也就是争取少留 或者不留物证 在施孟娇杀死的将近二十个人当中 难道他就没对一位货主手软过吗 有 但那只是一刹那 1998年11月 他们在湖北早阳骗了一车发往天津的芝麻 30多岁的货主对他们非常的热情 不仅在出车之前 带他们到餐馆 吃炖鸡 喝好酒 而且在路上呢 也一样用好菜好烟来招待他们 停车休息的时候 货主还帮他们提水 擦玻璃 检查捆货物的绳子松不松 还说 以后脱货不用通过信息部 直接到家里去找他 或者打电话 联系他就可以了 诗梦娇的良心 这时候有点发现了 他有些不忍杀害这位货主 手下的李天耀 看见老头子动了侧隐之心 他就说 你同情他 就是害我们自己 听李天耀这么一说 老头子就恢复了自己的本性 当天晚上 他杀死货主之后 脱下自己的大衣 扔给侄儿施国平 叫盖在这位 已经见了阎王的货主身上 他的亲戚施洪涛 跟着施孟娇干了一段时间之后 觉着这个骗术也不怎么高深 他就决定独立作案 单立门户了 他找来张某刘某作为同伙 在沈秋办了一套假证件 假身份证的名字 写的是刘英杰 把衍城县改到了驻马店的汝南县 正好这时候呢 有人找他们送货到深圳 回来的时候 他就骗了一家饮料厂生产的 一千二百件饮料 并且没人压车 施洪涛由于第一次独立作案 签合同的时候啊 很紧张 居然把第一个字写成了诗 他真信他给写上了 厂家负责人就问他 你怎么姓诗啊 他赶紧说自己写错了 这个厂家的负责人呢 心还挺大 没起什么疑心 但是他没想到 自己这批两万块钱的货 就一去不回头了 其实啊 施孟娇这个团伙 之前曾经露出过很多回的马脚 只因为有的单位 大家各扫门前血 才导致他的团伙多次得逞 有一回 他们在长沙 骗走了一车运往广州的细木板 因为运木材啊 不比其他的货 要多一道检验的手续 而这道手续又不是随便就可以搞到的 所以当他们的车 进入湖北境内的107国道的时候 一个木材检查站 虽然没有查出手续上的问题 但是他们发现 行车的方向不是到广州的 就把车和货全部扣了下来 尽管施孟娇他们谎称 是因为费用不够 打算到武汉找熟人借钱 或者是换车 可是这位检查人员不听他们的理由 只是说拿证明来 施孟娇非常的着急啊 货丢了没关系 车再丢了 那说不定就得露出马脚 结果 侄子施国平 拨通了在广州做生意的同学的电话 说明了情况 这位同学啊 也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他就跟检查人员说 货物就是他们公司要的 你们非留下来也可以 车你们得给我放走 过两天我再回来处理 检查人员见广州的货主这么说 他就觉得 即使是骗来的木板 也是公安受理的案件 如果呢 把木板留下来 要是真骗的 这些人就不会回来要 到时候他们自己处理掉 还可以给大家解决一些福利 这么一来 他们就把货扣下 把车放了 另外 在一些行骗的过程当中 施孟娇也露过马脚 一回在广州 他们把证件递给查验的同志 他们一眼就看出来 证件全是假的 拒绝发货 但是非常遗憾 这个火眼金睛的人 依然把证件还给了施孟娇 并且没有及时上报 另一回是在江西南昌的一个货厂 运的是VCD 已经装上车三分之一了 拖运部的同志 在检查行车证的时候 发现车架号和发动机号 跟证件上对不上 就问他怎么回事 施孟娇就说呀 是出车祸换了新发动机 车架号不见了 是因为大梁断了 重新用钢板给换上之后 盖住了 但是拖运部的同志不信 毫不留情的 把已经装车的电器 又都给卸了下来 施孟娇后来跟警方反应 其实他们不是天衣无缝的 但是实在是相关部门漏洞太多 一呢 是打假不利 假证泛滥 导致施孟娇一伙到处招摇撞骗 二 检查不严 发现问题不向兄弟部门举报 三 是公路管理单位的路单 应该统一管理 由供货的一方填写 不允许到交通部门购买随意填写 之所以南货北运畅通无阻 问题就是出在了这儿 四 是货主的警惕性不高 导致人亡祸事 五 是经常性检查的频率非常低 大宗批量的货物来路没有人过问 挂靠单位车辆证件审验不严 有一回呢 技术监督局来检查 查出我们杀人越货的车 没有出厂日期 没有牌子 要罚款六千 施孟娇找了县政府的一个熟人 立刻减半 交了三千块钱 了事了 这真是执法如儿戏 人情大过天 2001年8月30号 湖北省黄刚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新建的审判大厅 开庭审判 以施孟娇为首的特大抢劫诈骗犯罪集团 审判大厅里边坐无虚席 省内外数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汇聚黄刚 电视传媒及网络首次在黄刚对庭审进行了现场直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黄刚市中级人民法院历经五天的开庭审理 以抢劫罪和诈骗罪依法判处 施孟娇、张武军、乔二堂、施国平、张国军、王健喜、施洪涛、陈武兴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抢劫罪判处李天佑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诈骗罪判处陈秋勤 有期徒刑13年